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午夜的公路 男子倒地身亡 目击者的现在装饰还没有 一堆碎片和一只鞋子 赵世芳逃跑了 也离开了现场 去向不明的伤员 联系不上的报警人 线索错综复杂 谁才是真正的肇事者 一只帆布鞋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2016年2月13日 是农历猴年的大年初六 晚上22点左右 一个报警电话 打到了广西桂林市 林贵公安局的110指挥中心 这段视频是林贵公安局的交警 在现场用执法记录仪所拍下的 尽管画面有些模糊 但仍可以看到 一辆摩托车倒在公路上 车上趴着一个男子 附近的地面上有不少血迹 现场的120医护人员 经过检验后确认 这名男子已经死亡 此人身高1米65左右 年龄看上去四五十岁 经我们初步勘察 鉴定以后 是造成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 目击者的现在暂时还没有 我们下部我们再继续拍查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大家看到的事故现场 位于距广西桂林市区 20多公里外的一条乡间公路上 周围没有安装监控探头 看不到事发过程 现场除了死者和倒地的摩托车之外 并没有发现其他的涉案人员和车辆 那么这到底是一起单方事故 还是有人肇事后逃逸了呢 警方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勘察 来寻找线索 事发的路段没有路灯 能见度很低 交警借助警车和手电的灯光 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看验 技术人员在倒地的摩托车附近 提取到20多块碎片 经过比对 大部分的碎片并不是从现场的这辆摩托车上掉下来的 这摩托车显然是红色的 这有非色有北色的散落物在这里 根据这种税选以往我们的经验来判定它 应该也不是汽车或者是拖拉机或车之类 有此警方判断 事发时现场应该还有另外一辆车 而这辆车与红色的摩托车相撞之后也受损了 从碎片的特征来看 很可能那是一辆摩托车或者电动车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不可能是一个单方面的交通事故 而应该是一个肇事逃逸的 肇事方逃跑了 已经离开了现场 很快警方的这个判断就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他们在事故现场又有了新的发现 事故现场还发现一只鞋子 那个鞋子穿的痕迹是兴趣的 不是那种仪器在路边很久的那一种 应该是男孩穿的 这种比较青春气息比较浓的那一种 死者的双脚都穿了鞋 而且鞋的尺码与这只帆布鞋也不相符 警方分析 帆布鞋很可能是肇事者逃离现场时丢下的 但是肇事者具体有几个人目前难以确定 林贵官局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对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展开全力侦破 马上启动了正义逃逸案件的议案 调动了当地侠局派的所 刑警 特别是交警 形成一种多警种对此类案件的一个侦破 死者没有携带手机 在他的身上也没有任何能证明其身份的证件 这个人会是谁呢 现场的红色摩托车挂了牌照 经过查询 这辆车登记的所有人是一个叫梁瑞丰的男子 家就住在离事发现场几公里外的一个村子 警方马上赶了过去 而梁家人辨认后证实死者正是梁瑞丰 45岁的梁瑞丰结婚了二十多年 和妻子育有两个儿子 妻子说自己的身体不好 常年在家养病 一家人的生计全靠丈夫种植 积母罗汉果勉强维持 如今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 外出打工 家里的日子刚刚有了起色 没想到却遭遇了如此恨活 梁瑞丰提出要去一个表哥家拜年 梁瑞丰提出要去一个表哥家拜年 他就骑着车出了门 而直到天亮 梁瑞丰也没有回来 当时家人并没有多想 以为他酒喝多了就睡在了亲戚家 那这道噩耗竟突然降临了 我跟我妈都希望公安机关能尽量 尽快抓住这凶手 想办法破案 如果说是不尽快侦破的话 在评论宣伐中会造成比较坏的影响 对公安机关 特别是我们教育公司 那个证查破案能力 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质疑 一般来说 这类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大多是随机突发的 肇事者和受害人并不认识 没法通过摸牌社会关系 来确定嫌疑人 而案发的路段又没有监控探头 调取不到涉案人员和车辆的影像资料 那接下来的侦破工作该如何进行呢 按照我们传统的侦破模式 对相关邻近的村庄 进行大量的调查访问 尽量地获取行李车辆的有关信息 一个是作案原因的一些信息 案发现场比较偏僻 附近的公路边上散落着几户人家 警方对这些村民进行了逐一走法 这种冬天 还是在过年这个阶段 出门的人也不多 都没有目击者 旁边的居民去问了 都不知道 连发生事故都不知道 根据现场提取的多块碎片 警方曾经判断 肇事者驾驶的应该是一辆摩托车 或者电动车 而且这辆车在事故中受损比较严重 应该是踏板车 就是我们这边平常应该 我估计就是那种 我们俗称的打替虫 它这个车应该是跑不远 估计我们就是在周边 它应该是推走的 之后技术人员又在其中的几块碎片上提取到了一些血迹 DNA检测显示 这些血迹不止来自死者一人 那么肇事者的事故中会不会也受了伤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肇事者逃离现场后 很有可能会去治伤或者修车 于是侦察员分头行动 在临近现场的两江镇展开了摩托 一组人员对多家销售维修摩托车和电动车的店铺 展开了仔细排查 都没有发现这个可疑车辆 留下了我们的联系方式 让他们那个发现可疑车辆马上联系我们 深夜三个就诊的小伙子 也是交通事故 在那里爆炸 徘徊在现场的一个少年 脸上是都有一些心血的外伤 另一组负责摸牌伤员的侦察员 走访了镇上的卫生院和几个小诊所 他们从卫生院的外科医生那里摸到了一个可疑的情况 就说当天晚上有三个人受伤 这也是交通事故 在那里爆炸 都是二十来岁 那年轻人 据医生回忆 大年初期凌晨一点多钟 有三个小伙子过来就诊 他们头部和手上都有外伤 此举说是骑摩托车的时候不小心摔的 医生反映的这个时间 就在大年初六晚上案发后不久 而且根据现场找到的一只帆布鞋 警方曾判断 肇事者可能就是年轻人 那么这三个人会是逃逸的肇事者吗 他下面那个卫生医院 他没有大医院 那么他建立那个IC卡什么 三个小伙子就诊时 都没有登记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 医生说 卫生院的医疗条件有限 当时只能对他们的伤口 进行简单的处理 之后这三个人就走了 两江卫生医院 他有摄像头 但是当时他是不工作的 他已经坏了 他是拍不到那个影像 资料 这三个小伙子的嫌疑很大 必须尽快查清他们的去向 警方追问之下 医生又想起了一个情况 这三个人离开医院时 曾说过要进城 到大一点的医院 再去复查一下 拍个片子 看看是否有骨折 他们也没有说具体到什么医院 在其中的一家医院发现了线索 警方了解到一起来就诊的也是三个小伙子 而且正是大年初期凌晨从两江镇过来的 经过检查他们的伤势不算太重 也没有骨折 医生开了点药就让他们走了 这家医院管理比较规范 三个人都登记了身份信息 其中一名姓刘的小伙子还留下了手机号码 他们留下了那个电话号码 就打电话过去 然后要求跟他们见面 让警方稍感意外的是 姓刘的小伙子很快就来了林贵官局 小刘说大年初六的晚上 他骑摩托车带着同村的好友小吴小赵 一起出去吃饭 回家的时候酒喝多了 又加上天黑 摩托车就翻进了小路边上的农田 三个人都受了伤 车也摔坏了 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报案 他说这就由于我们是当方又是朋友 当方又是怎么样 后面我们也找到这辆车 这辆车停在一个修理厂里面 警察赶过去的时候 小刘的摩托车还没有修好 经过比对 这辆车受损的部位 与此前现场提取的碎片并不相符 随后警方又分别找到了另外两个小伙子 核实情况 他俩的说法与小刘没有出入 这三个人的涉案嫌疑就此被排除 这起案件发生在夜间 警方初次勘验现场时 光线很暗 会不会还有什么线索被忽略了呢 于是几名侦察员又返回了案发的现场 进行了二次勘验 没过多久 侦察员在距死者倒地位置 几米远的一条排水沟里 找到了一串钥匙 他这个钥匙比较新鲜 他又没有什么飞啊 没有什么淤泥啊 什么东西 应该是最近掉了 侦察员马上把这串钥匙 给住在现场附近的村民 和死者家属进行了辨认 但他们都表示 钥匙不是他们丢的 可能是行李人店 掉的钥匙 有可能是他积极满满的时候 跟那鞋啊 那些赏了我一起掉里面 他钥匙他必然是每天最多开的 他是否他还要 回来现场找这个钥匙 如果这串钥匙真的是嫌疑人丢的 他会冒险再回来找吗 侦察员不敢肯定 但还是又返回了现场 准备再摸摸情况 这时一个突然出现的少年 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十五六岁 估计 小伙子 在那井家那沟边那 看看看看 好像也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一样的 我们这问他在干嘛 他说 没有 我是路过这里 这个少年告诉警察 他叫小达 十五岁 住在两公里外的一个村子 平时回家经常会路过这里 小达并没有说 自己刚才在找什么 而侦察员在询问的过程中注意到 他的脸上有些异常 脸上是都有一些心虚的外伤 他说是自己爬树虚伤的 我们这里也没有什么 拿他有效的东西 就是核实身份以后 一般询问了一下 就送了回去了 手机号码藏着新的线索 连续打了很久 一直打不通 床下的鞋子让案件真相大白 在师傅现场 发现的那只鞋子是一样的 一只帆布鞋 金说法正在播出 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小达 会和这起交通肇事逃一案件 有什么牵连吗 侦察员感到有些蹊跷 但一时还难以找到确凿的证据 只能暂时存疑 案子办到这一步 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这时警方想起了之前曾调查过的另外一个线索 2016年2月13日晚上 警方是接到了一名男子的报警电话后 才得知发生了事故随后赶到现场的 这个报警的男子会不会看到了整个案发过程呢 警方在寻找目击者时 曾拨打过此人的电话 但已经是关机状态 当时这条线索就暂时被放下了 现在侦破的工作进展缓慢 专案组认为有必要找到当初的报警人 再摸拍一下案发前后的具体情况 然后就连续打了很久 一直打不通 这个就觉得有点可疑了 关机的状态 经过查询 报警的手机号码是登记在一个姓流的中年女子名下的 警方分析死人可能是报案男子的亲属或者朋友 而机主所登记的住址信息让侦察员觉得很是眼熟 就发现这个地址 就是跟上次在那里找东西的那个小孩 是一个村的 这个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这个不可能那么多的巧合 难道警方在现场遇到的小打警人吗 那他为什么没有对警方透露过这个信息呢 报警的电话又为什么会一直关机呢 这些疑问让侦察员十分困惑 他们马上就去了姓流的女子家里 后来问他那个电话号码是谁的 他说是拿他的身份证开的 但是这个卡是他的儿子在使用 他本人并不在使用 姓流的女子说 他儿子叫小安 13岁 刚上初一 现在是寒假期间 小安就在家里 侦察员提出要看看小安的手机 小安说他上山去掏鸟窝的时候手机弄丢了 身上的伤也是在山上摔的 当侦察员问起案发那天晚上 小安是否去过现场是否报过警时 他的回答支支吾吾 这时侦察员无意中看到 在小安的床下有一只帆布鞋 只有一只 那个鞋子跟在使用现场 发现的那只鞋子是一样的 应该就是同一双鞋子 看到已经很难再隐瞒下去 小安这才吐露了实情 他承认现场的那只鞋确实是他丢的 而这起案件也与自己有关 小安说 大年初六的傍晚 他和同孙的小达 还有另一个男孩小辉 一起去两江镇的网吧玩 当时他们是坐小达的踏板摩托车去的 晚上九点多钟 他们三人从网吧出来准备回家 当小达把摩托车开到公路的一个转弯时 突然出事了 小安说两辆车相撞之后 他和小达小辉都摔到地上受了伤 三个人爬起来后 看到对方摩托车上的人一动不动 旁边的地上有好多血 小安说他们三个都吓坏了 商量之后决定赶紧离开现场 当时小达的摩托车已经严重受损 打不着火了 他们就推着车往家的方向走 小达说这个车子回去可能会被骂 然后我们就把商量的箱藏起来 于是这三个好朋友就一起抬着车 上了公路旁的一座小山 把车藏到了灌木丛里 小安说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应该报警 由于只有他带了手机 小达就用这部手机拨打了110 案情真如小安说的这样吗 警方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侦察员先后找到了另外两名涉案的少年 而小达小辉的说法和小安基本吻合 同时小达还承认 他后来回到现场 就是去找自己家的这串门钥匙的 没想到却偶遇了警察 随后警方根据小达和小安的指认 在去现场几百米外的一座小山上 找到了涉案的黑色踏板摩托车 推上来的时候都看到那个 前面的那些塑料戒灭造 全部都已经撒落了 跟现场的那个撒落估计是相吻合的 此后林贵公安局交警大队 对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做出了认定 驾驶摩托车的小达故意破坏事故现场 毁灭证据 小达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由于小达只有15岁 属于未成年人 警方没有将案件移送检查机关 顾不上这个刑事处罚的年龄 年满18岁以上的成年人 驾驶证要吊销 然后要追究刑事责任 还有负贷民事诉讼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心九教授 欢迎您屈教授 您看这起案件当中 警方为什么会判 这个小达负全部的责任呢 主要就是小达有一个发生事故以后 他有一个逃逆的动作 他这个逃逆的行为呢 就在法律上就承担一个 在证据法上非常不利的后果 如果警方没有办法查清 比如说当时没有录像 也没有目击者 没有办法确定 这里头谁的责任的大小 那法律规定呢 因为你逃逆了呢 就推定所有的责任 由逃逆者承担 那就意味着逃逆者 要承担全部责任 所以在这样的案件当中呢 那自然因为他的跑 就推定小达应该负全部的这个责任 如果假设这起交通造势 其中一方啊 就小达这一方是三个成年人 那么这三个成年人 是否要负担更多的法律责任 那么在这一来讲呢 法律就规定了呢 构成交通造势罪 而且有逃逆行为呢 在实体法上 就在刑法上 又要承担一个相对重的责任 通常会判成交通造势队 而且要在三年到七年之间判处 所以说在法律上 能以对逃逆者的责任 在证据的证明上 在刑法的处罚上 都给了一个比较重的 严厉的严格的规定 因为小达呢 不满18岁 所以呢 他不担负刑事责任 那么受害者家属一方 是否可以向小达 以及他的家人 提起这个民事方面的赔偿呢 通常刑事责任 承担责任 就在16岁以上 18岁以上 就全部责任 没有从轻的形界了 但是呢 因为他是未成年人 那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是要承担相应的监护的责任 所以被害人 当然可以说 你是一个侵权的 违法的侵权行为 给我造成损失 我要求你赔偿 那么他的监护人 应当承担去赔偿责任 小达的父母 都在桂林市区打工 一周左右才回家一趟 他平时和奶奶一起生活 2015年 小达刚上初一时就辍学了 你自己不想上了 你到学校 他都是那个样子的 不怎么停课 讲的他也是一样 小达的父亲说 儿子虽然不愿意上学 但从来也不在外面惹是生非 这次他得知小达闯了大祸 感到非常意外 这个肯定不对啊 这是不懂当时害怕 我这说小孩太小了 在未成年的情况下 小孩子看到了 出了这个事 有几个小孩能 住手能力不跑 他看到就怕了 父亲说小达还不到十岁时 就学会了骑家里的摩托车 驾驶的这辆车 是出事几个月前 小达用攒下的零花钱 自己买的 警方注意到 这辆车并没有上牌 驾驶机动车一定要有 机动车驾驶证 而且机动车要经过上牌以后 才能放学在公路上行驶 但是他是15岁 他也不能学习这个驾驶证 还没到 学习驾驶驶证的年龄 他属于是无证驾驶 小达的父亲表示 对这些交通法规 他是清楚的 也多次劝告儿子 不要再骑摩托车出去 但是小达就是不听 对此他说也没有办法 你出去了 他一个人 你什么出去玩了 你都基本上都不知道 你不可能那么大个人 你把他锁在家里面 是不是 在警方的调解下 小达家赔偿了死者家属 三万元的丧葬费 但双方没有就最终的赔偿金额 达成协议 此后死者梁瑞峰的妻子和儿子 把小达和他的父母告上了法庭 要求对方做出金额赔偿 2016年8月21日 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 三名被告共同赔偿原告 47万余元 判决之后 原被告双方都没有提起上诉 如今 生效判决已经过去了几个月 原告梁家人说 被告方仍没有把赔偿款支付给他们 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让双方都猝不及防 几个孩子在当时的恐惧和无助 是可以理解的 但不管是谁 当对方的生死细于一线的关头 不管不顾的离开 肯定是错误的 告诉孩子们要远离危险 更应该告诉孩子们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 该如何正确处理 作为家长来说 这些都是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 应该去做的事情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曲新九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